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头是煎台 下头是烤箱 蛋饼烧饼两头烧 妈妈在油锅前炸虱子头 女婿负责煮凉面 爸爸则动口指挥和动脑结账 三个甜品 一个烧饼六十 两个豆浆四十 刚好一百 当然生意忙的时候也要外送跑腿 来 老师长 所以现在再煎个外送 这一家人都是老师级的 老板秦志祥是老店的第二代 退休后才回家接棒 他说父亲当年来到台湾两寿清风 在骑楼下卖早点养大六个孩子 民国三十九年到台湾来 那时候我两岁 我们爸爸就拿大陆的手艺在台湾来 就在人家走廊下面旁边就坐 然后睡就睡人家走廊下面 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到台湾来一无所有 就这样子开始起家 那就是借两百块钱 加二粒 什么叫加二粒呢 两百块钱一个月利息四十块 那钱大 这个利息非常的高 五个月就是一个本钱 那时候爸爸是 没有希望说你接这个店 他希望你去念书 他就是有 我去读书就是为我爸爸去读书 他希望你去读书 不要这么读书 我不是很喜欢读书 你不喜欢读书啊 对 对 所以我爸爸不读书死灰名目 后来就考到师大去读书 他开心到把店名都改成老师了 对 原来我们叫双龙豆浆店 对吧 我们家乡有个地名叫双龙港 今天那个地名叫双龙豆浆店 后来我当老师以后 爸爸说你当老师 我们就改一个新鲜的 别人从来没有什么老师豆浆店 我们就在请老师豆浆店 你去看老师豆浆店这样 全大话只有一个老师豆浆店 秦志祥听爸爸的话当了老师 但是他却劝太太放下教编 也劝在国外念教育硕士的女儿回家帮忙 然后国外工作的儿子 科技工程师的女婿 也陆续被他说服加入家族行业 我太太是小学老师 她新读师专毕业 她在教小学 跟我结婚我都不要教了 在乡下教这么远 回台北卖豆浆 不教了 女儿一她是国外回来 她就卖豆浆了 儿子是澳洲皇家科技大学毕业的 然后回来也做卖豆浆 所以这是台湾学历最高的豆浆店 应该就是这里了 见效了 你是原来是电脑工程师 结婚以后 电脑在家里面也要照顾 你电脑不要干了 所以老师都叫人家回家做豆浆店 职业不分贵贱嘛 老板娘那时候 先生请你回来帮忙的时候 你知道有这么辛苦吗 我以为坐到九点多钟就可以修 你以为坐到九点多钟 我想说卖糟点到九点多钟 应该会比教书轻松 以为教书还轻松 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结果上当了 上当了 后悔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个狮子头啊 就是讲的典故 以前都是我们过年过节 才有得吃的 平常是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在外面坐 就客人来了 要跟我们买 那过节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卖 就是自己做自己吃 他说你随便卖吧 卖我几个吃吃 好吧也是随便卖 也不知道卖多少钱都忘了 然后隔壁锅有他回来 他说你们这可以卖啊 很好吃啊 可以卖啊 所以就开始卖了 太太就越来越忙 对 越来越忙 我太太很辛苦 爸爸叫你回来 你家里知道吗 你都回来 可是自己也觉得可以回来做 因为毕竟都是一份工作 而且这个 觉得有传承吧 就是接着做 专心当 靠爸靠妈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当主妇 我家里也八年了 八年多了 所以说 这样边看边看 就没有什么搭的家里 而且家里也却能守 什么事情 当我们都是自己手工做的东西 不能做什么都靠外人 而且 也没有多少人 愿意学这种事情 可能是得靠自己家里 会被老婆招训相处 这样改变越好 一直都很好 传统早餐店的工作 如果没有家人齐心帮忙 还真的忙不过来 狮子头要手工 捏包子也要手工 还好孩子们都很有心 愿意传承这一块六十年的老招牌 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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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出去了 应该是可以看到 对 这是最开心的事情 在妈妈身边耍赖 然后这是爸爸 然后爸爸带的是三年十五班 就跟现在已经不太像了 他以前有绰号被叫情肥 情肥 可是后来瘦了被 更难听被叫情瘦 秦老师说 这辈子他就做好两件事 教书煮豆浆 在哪个位置 就做好哪件事 他也是这样告诉孩子 人生的成就不在于职位的高低 而在于用性的多寡 所以品尝了美味 也等于品尝了情家的家训 不时 却难忘 长期配合又信任的肉商 竟然卖给自己病死猪肉 这个晴天霹雳的打击 让九十年历史的肉送店 品牌生育在一夕之间瓦解了 第四代的接班人 用魄力和诚信做危机处理 也把危机成功的 化成了转机 他是怎么办到的 一块来看看这个年轻人 如何带领老店走出风暴 从政商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就花生状 里面这有包花生状 一缕清香 一个短午 热气整腾下 幻众出炉 小时候我们家有好几个 姐妹有五个 然后每一个都很怕过年 因为过年有做不完的工作 然后妹妹都说 过年的时候不要来好了 希望客人也不要来 我在想我妹妹她们 都很认真在念书 可能就是想说以后长大 不要做这样 麻竹叶在前 笋课在后 一手田径长糯米 一手靠指尖实力掐紧 身为肉粽世家第四代 郭云馨包起粽来 贤熟流离 就像女生俱来 我在用绳子 在拉粽子的时候 一定就是这一段要压下去 要紧 虾米 蛋黄 香菇花生 腹鞋肉 快板节拍一双手 一天少收包上一千颗 逢年过节 包到手长茧都是常有的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香菇 我们是用葡萄的扭扣菇 那就是刚好一颗很像扭扣一样 那香菇要看好不好 像这个都是也没有炒过 你给它吻就很香 很有香菇的味道 那第一就是我们这个菇参 就等于这个帽子要厚 这样吃起来才会咬劲 香菇要用葡萄扭扣菇 花生则选用北港来的 个头大香气足才算合格 毕竟南部重不比北部做法 所有馅料都是生鲜馅包 却不预先拌炒 所以食材挑选格外重要 尤其是这好大一块肉十足的最爱 部位它的腹鞋肉 就是三层肉下面那个比较油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吃 因为我们是南部重用水煮嘛 所以我们的肉我们会选油脂比较多的 这样它整个粽子 经过我们这个独家配方 就是腌制之后 它可能散发出整个粽子 这里面就酱油加糖 盖面下透过真空抽气 后食又带点脂肪的腹鞋肉 或者糖与酱油均匀按摩 女婿杨森然 虽已经是第一次带掌门 许多志诚依旧没敢循着传统 一开始我们是一九二六年啦 民国十五年 就开始有贩卖粽子 但是那时候不是只有卖粽子而已 什么都有卖欧白菜啦 甚至什么海山丸 炒米粉什么都有卖 因为每一家 我相信每一家民店的第一代 他们一开始都不是为了要赚钱 都是为了要虎口 以前是算说每个人 就出来来带到阿嬷 还有阿嬷在家 阿嬷在买 其实他都没在做任务 他出名是出名 说起了第一代郭爸爸的阿公 当年可是铭记者 整合后卖的是黑白菜 却被客人封作肉藏匪 然而郭家若纵真正发扬光大 其实是在第三代郭爸爸接手后 本来是夜市根本走不进去的 客人都是那种包一串一串的拿走的 那一下子就没了 一下子就没了 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那个酱油都来不及 放凉 你这机器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我大概 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 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家庭式工厂里不仅洗米机 蒸空腌肉机 就连一次能煮上万颗肉粽的蒸炉 都是早在三十年前 郭爸爸就想方设法研发出来的远见 在那个民族路 在记录旁边现在出来的烟很清 它起来耳朵 人家人家都会看到 现在又撞来 去用出来的人家很多 那些观众 那家庭的远潮已经慢慢继续这样了 我都喊起来 喊起来 喊起来后又开始 二十四休息的经营了 这也全省首算 我如果10月前 才能够二十四休息的 世文又在我后面很久 谢谢 慢走 好 需要什么 10颗 10颗什么 10颗肉粽 大中小 柴下粽叶 饱满硕大的九十年家传粽 虽跟早期甲丑肉 米多料少的版本相差甚远 但不变的糯米口感 柔软中保留了咬劲 浇上一大汤匙的酱油跟花生粉 淡淡清香在鼻尖蔓延 屏东人说啊 这就是家香味 最喜欢吃这一家 怎么说 它口味 我喜欢它的味道 而且它在我们屏东很多年了 对 所以从小就吃到大 你屏东人都知道你 大家也知道 所以如果一般吃起来 比较大 我大概来再去味一下 我觉得它的那个 里面的料好吃 然后那个米比较 这么讲 比较软一点 我觉得它的味道很特别 但我还很喜欢它的味道 我喜欢它的味道很柔和 它味道很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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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吃饭得先爆炒 水煮粽正应比较清淡 所以得靠多门酱汁 来提味 有葱酥 有茶 有盐 有大小茴香 有肉桂 有桂枝 我们的酱料 其实它是鱼味嘛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熟 客人都还蛮喜欢我们的酱的 很多客人甚至买别人的粽子 然后要来买我们的酱 徐徐注入清水 夫妻俩又继续下一份厨房手工 原来机械化的包粽日常 也没想象中那么轻松 洗液包粽煮酱配送 尤其采买更要轻力轻微不可 这是杨森然13年前 因为一次悟性肉伤 所学到的铁血教训 就是以前也在CAS冷冻厂工作的 他出来自己开了冷冻厂 他就来拜托我岳父说跟他买肉 那他也是有拿CAS的证书给我们 突然有检调单位来 来跟我说 说我用了病死猪肉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隔天回来到店里 那时候还有坐24小时 我到店里五点多六点 我吓一跳 我全部店里都是SNG车 那年同事受害者的他 其实才刚接班不久 幸运受损却没有委屈的权利 杨森然第一时间选择销毁所有肉粽 甚至百货通路也全部收钱 客人那时候只要是拿粽业 因为在屏东只有我是我的粽业 拿这种粽业 还是要自己拿来我就退你钱 我那时候想说 不要紧 要做就是你就要自于死地而后生 大家不相信你吗 回想那一夜梦魇 仿佛就在昨天 索性忠实的老顾客信任相挺 才让生意慢慢回稳 而杨森然的危机处理 从此也吸引超商龙头上门 来 你们加点种的粽子 好 生人跟我讲说 因为他觉得 他是看到那个新闻之后 他觉得说 你这个年轻人处理事情 还蛮特别的 对 然后就是这样 我们也做了快十年了 化开糯米这一颗九十年老粽 馅料就像为人 正因诚实诚仆 所以吃下肚的每一口 滋味方才抠人心弦 多情倦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当生命走到尽头 这个母亲用最后的力气 把家传的味道一点一滴传授给女儿 希望能为孩子留下些什么 后来妈妈走了以后 女儿就把充满思念的古早味 在深山里的老房子忠实呈现 仿佛母亲一直在身边 不曾离开 快点快点上来吃饭了 堆积饼堆积饼 上来吃饭上来吃饭了 总是如此 还没尝到老板娘豆豆的手艺 就先感受到她的热情好客 下锅雨的午后 清新空气伴着徐徐凉风 最近这百年砖瓦老宅 不管是坐在古朴的厅堂 还是远深围绕的半户外空间 都让人陶醉其中 这时候撕撕饭菜箱 又把思绪拉回到眼前 这很寒气很甜 很好吃 这种天气很热 然后它喝起来 还可以比较 不会那么容易上 这个是古早 我们以前也是住这样的家 我们以前还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 所以来到这就像回到自己家 对 还会回想以前的感觉 静谧的森林 客人造访变得热闹 为此豆豆一家人 也成了早起的鸟儿 历经三代的大锅大灶 在漂流木 引燃旺盛火力下 春烟冉冉升起 空气中 弥漫着烧仙草香气 古早 都可以连仙草才有点 较香 它的浓度较高 两年的鲜草干下锅熬煮 因为不添加额外东西 让它塑成 所以一锅煮下来 往往得耗费五六小时 加上不时翻动 捞去浮沫 一家人就得轮番照顾着 爸爸那个时候都是 从小都煮这个给你们喝 阿嬷 是阿嬷 是外婆 不是爸爸 是外婆 小时候回外婆家的时候 外婆熬的 记忆中的味道 豆豆卖力的传承 他会把熬好的仙草汁 再与鸡肉结合 做成仙草鸡汤 这全部都是鸡腿的腿骨头去熬的 然后就拿来煮鸡腿肉 这应该 你就这么一样烫 很坏对不对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样烫 因为好的东西不用躲 豆豆的菜单 充满着人的温度 像这碗焦糖地瓜汤圆 地瓜给的大方 浓稠酱汁是老姜和黑糖一起熬煮 周围在点缀手工搓的汤圆 这是八十岁老人家每天的心意 对啦 平时就去煮三十岁 这样不太烫 不会啦 就管时小时做到老了 这个就只有煮鹼的 煮甜的都可以 他们是煮甜的腾腾煮的 原本豆豆是在宏基府委会工作 擅长平面设计 当时妈妈就利用外婆家的一脚 做起客家美食 让登山客都有个地方 边吃边休息 每到假日 她就会从都市回到外婆家帮忙 直到2004年 妈妈生病了 她的人生也跟着转了一个大弯 妈妈生病那一年吧 就开始这个店 我觉得营业 就是应该开始走下坡 然后后来妈妈走了嘛 妈妈带了我一年 在厨房抱病带了我一年 没想到妈妈会走 母女俩在厨房的时间 是种酸甜苦辣的百感交集 她带着我从仙草 开始怎么去试喝 怎么喝它的原本的味道 然后加肉各方面 一年后她就走了 走了然后当然开始自己 要独立去面对 所以那时候有好大的内心的转折 因为我要变成一个商人 那对我来讲商人等于赚钱 商人等于黑心 不想让有母亲身影的地方 成为废墟 她辞去工作 努力转变角色 员工变老板 不让商人等于黑心 山芹菜喜欢凉凉的季节 现在太热了对她来讲 所以户外谁处都可以 踩到你药里面 对啊 不过还是要谨慎一点 我就是拿来 然后打几个蛋 然后打几个土鸡蛋 就是一道菜了 筍肝 然后杏脑鸡 是妈妈的料理 是妈妈的东西 然后烘蛋是我的 土茶更健康 然后而且是很客家产的东西 产的油 在地的油 处用很好 我光这一瓢很贵 一瓢就二十几块钱 这一瓢光这一瓢就二十几块钱 很恐怖吧 所以你真是不是伤人啊 没有啦 伤人也是要用好东西啊 谁说伤人只能用坏东西 那是坏伤人 哈哈哈哈哈哈 外婆家 就在大溪慈湖附近 當年媽媽坐著轎子出架 如今竹橋早已經變成水泥橋 想重新找回過去時光 2005年 一邊傳承媽媽手藝 也一邊將外婆的家重新整修 三合院原本的正廳 擺上四張木桌椅 維持它的古色古香 這個地都是那個時候的 你看那個地沒邊 蓋蓋蓋蓋蓋 那個桌子有時候放下去都還會 對 桌子放下去有時候還會那個 正廳旁邊原本是房間 敞開緊閉的窗戶 綠意延伸進室內 變成更多人聚會的空間 再往後走 穿過後院 以前的豬寮 變成現代化寬敞廚房 親自下廚後發現 有時候東西還是老得好 2017年外婆走後 筍乾就由沈婆和其他長輩提供 自己採筍 太陽底下曬乾 唯二的調味料就是 鹽巴和人情味 因為這都附近的 然後量都不多 所以每一家的手法下的鹽巴 都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不得去調 需要再微調 需要時間 要微調 靠山 持山 用山泉水煮筍乾 像是釋放無形的甜味劑 再加入自製梅乾菜 不用陪襯在豬肉旁 筍乾自己就可以是主角 真材實料真的很慫 可是這四個字 真的好難做到 好難 要真材實料真的好難 先生是室內設計師 幫助豆豆一點一滴完成夢想 因為媽媽生病 她更重視食的安心 炸物好吃但不健康 最後從菜單剔除掉 取而代吃的都是燉煮類 要不就是清爽的有機沙拉蔬食 我調的沙拉醬 然後以客家的汁醬為基底 然後加了蜂蜜 山中經營古早味 得看天吃飯 辛苦付出 不一定得到該有的報場 使媽媽的足跡 領著她一步一步 堅定走下去 三十出頭的年紀就已經當上少校 這個軍官原本以為自己從此平步清雲 沒想到官場並不如意 後來她拋掉身段 放下自負 有媽媽的拿手眷村菜在市場擺攤 她說能把大起大落的精力 轉換為奮鬥的能量 才是人生戰場上真正的英雄 有一種美味 是越邪惡 越能迷倒 瘦男瘦女 肉就是非常咬起來非常嫩 外面就是非常的Q彈 就是吃我滿喜歡的味道跟口感這樣 我覺得它就是外皮的口感很好 然後油有嚼勁 然後又吃得到那個肉質的香味 但美味的飽盒往往也收藏著 日复一日的大汗淋漓 當滾鍋裡的琥珀豬皮 吐著白煙 閃著晶瑩 王世國跟弟弟戴起手套 趕緊一個拉棉布 一個鋪肉 趁熱滾卷 雖然我們剛才是卷 你看我們都有在處理 因為你那個布要拉著撐 然後這些食材 盧老師我都是軟軟的 顧不得高溫燙手 一張張豬頭皮鋪底 接著豬耳朵 豬大蛇衣絲 一層一層 層層堆疊 兩個大男人四隻鐵砂掌 分工失利用麻繩捆綁 做法貌似上海功夫菜捆蹄 但他卻有個獨特的名 叫香豬捲 因為媽媽以前她的老家在大樹嘛 她家附近就有個冰牙 一個營區在那邊 那以前她常常會去福利社幫忙嘛 那時候有個寺官長就在做這個嘛 教了我媽這道菜怎麼做 風乾後香豬捲可以切片 也能剁成絲 細細一片紋路唯美 左翼小黃瓜或胡蘿蔔絲 爽口又對味 王氏國卻怎麼也沒料到 過去官拜少校 如今出頭天 扣的卻是廚房裡的豬捲 因為一般在我們那個時代 人出國去受訓與讀書 都在美洲會比較有錢 一 國家也在那邊 二 我們可上天 十三年前因為官圖不順 又逢四十歲大官 轉行創業走哪條路都難 王氏國退役後 直覺想起了媽媽每逢過年 必迎來大批訂單的拿手菜 於是毫不猶豫決定就買它了 在我媽那個年代 她一個月薪水不到一萬塊 可是她在那個過年 可以賺到七八萬塊是OK的 她下來她就說她想要做肉 可是因為那時候只有 我跟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她只有過年做 對 我就覺得 事也不錯啦 可是只有過年 那你對啊 其他的十一個月要做什麼 確實當年郡村裡的老客人 只把豬捲當年菜 一年三百六十五個日子 就忙年前一個月 春天過後沒人煙 廚房裡的漫漫長日 又要怎麼過 王氏國只好想方設法 把年菜變到日常餐桌去 迎合腦哨胃口 尋常人家不愛重油重心 那就一塊一塊去肥 我把它通通做好之後 冰在冷凍庫 一定的量的時候 他們流浪狗之家就會來帶 給流浪狗來吃 因為這都可以吃的 人也可以吃啊 也有遊民之家會來跟我要啊 那我都是免費送給他們 現代人講究食材入味 卻怕死鹹 那麼就在滷至西茄州 多下點功夫吧 因為醬油啊 它基本上它分缸底 就是在醃製醬油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桶裝或是大桶裝 它呈在底下的叫做缸底 缸底的醬油 鳴附其實就是比較厚嘛 或者比較深色嘛 那你這個 因為中層跟上層又不一樣 那這個算是最上層 又太淡了 那我要想辦法 要讓我的食材能夠平均 醬油要混搭調和 滷上一個鐘頭就得翻鍋 因為我要讓它售滷的那個 每一個食材 售滷的這個時間跟那個 面積都一樣 一個小時啊 一個小時之後開始翻 把那個皮的部分要翻轉上來 OK 過程搞剛 用料卻很單純 比如天下老店都愛用的老滷 配方向來比多比神秘 它卻只用兩種 秘方就是時間跟耐心 你沒有這個耐心怎麼熬得住啊 因為這個環境畢竟是比較悶熱一點 是不是 繞著火爐的日子久了 耐心也越悶越成熟 堅詢古法不走位的他 本來也想堅持拆燒 但成天的煙燻味道 卻不是人人受得了 一般我在老家的時候 是沒有人會抗議 因為都是老鄰居嘛 老眷村的朋友啊 來這邊 人家就跟你講一句 香的不怕皮膚也是吵的 想延續一份古早味 有的時候妥協是種智慧 但不能妥協的往往更多 就像預熱裡 還要忍得住燙傷 這怎麼是撿啊 因為出力點是在這邊跟這邊嘛 關節肉好像不太一樣 對啊 會變形啊 事實上前些年剛賣香豬捲 王世國長道的苦頭 還不止這一些 因為殖民度不高 生意不好 他甚至當過洗船工 顧垃圾車 才足以貼補家用 那時候我就經常 望著天空啊 望著天空 看天空啊 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過了嗎 你又為了這個事情 怎麼會這樣 當然會啊 因為我會緊張啊 因為我們結婚一年多 他就退役了啊 因為我覺得他本來一直有 固定的工作 所以結婚生小孩 養孩子會覺得比較沒有壓力啊 我怎麼知道我們一生啊 就會沒有工作 他沒有工作 我很有壓力啊 為了糊口 福淺良想破了頭 最後只好從市場擺攤下手 不過那一年 攤子是白了 王世國心裡頭 卻始終有道門檻跨不過 因為我畢竟是革命軍人 退下來 以後我跟大男人站在那邊 我還真站不住 他就覺得一個軍官下來 你叫他去菜市場賣那些肉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如何開口 菜市場一呆就是素年 沒想到這一次 終於等到貴人出現 一次百貨 零食櫃的邀約 成功大賣 後來每逢活動檔期 夫妻倆變南北奔波 咬著牙全力拼起業績 最可憐在哪裡 你住要住在哪裡 因為我們又沒有足夠的資金 可以這麼享受嘛 我跟我太太還去住那個小旅館 一個一推四百塊 那個小套房啊 因為你做一個打擊 差不多要十五推啊 你假如一推一千塊 就花掉一萬五了 所幸這些年 年輕人追古早味成了流行 年菜變半熟裡也變迷你 就連粉領族都爬文來買 他那時候做的族群都是 六七十歲以後呢 老一輩的這些人 那老一輩的這些人 他們都 年菜因為當初年菜啊 都是圍爐的時候 所以一整條 正好切來做圍爐是OK啊 可是在平時 他吃不了這麼多啊 走過低谷 王氏國更加珍惜 現在得來不易的捆卷人生 雖然悔寒如雨 卻欣慰著 媽媽的味道總算熬出頭了 也熬出她的堅定自如 更從容不迫 歡迎再度回到節目現場 在書箱裡入睡 聽起來很浪漫吧 台南有一個書店的老闆 就真的在書架中間擺了床鋪 讓顧客睡在書店的藏書裡 這種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創新點子 活絡的空間 也成功解除書店 冠美的危機 也剛好路過進來 哇 很讚嘆 有這麼誇張啊 對啊 真的 挑高書牆 靜靜在設計感十足的 古宅空間裡展開 這裡是熱鬧府城 最安靜最有氣質的私人角落 有時候有人會走進來 然後會以為我們真的是咖啡廳 經過櫃台會跟我說兩位 然後我都會故意問他說 那兩位要幹嘛 他們就是 你這不是咖啡廳嗎 喔 不是喔 然後他們說這樣 準備要出去我就會跟他們介紹 這邊是一個閱讀的空間 閱讀空間不是租書店 而是圖書館為概念的二手書店 社會 文學 哲學 旅遊 城市 烹飪類等書籍 將近五萬冊 保存狀況良好 其中不乏市面上已經找不到的絕版書 愛嬌朋友的書店老闆娘Emily說 每天中午十二點到晚上八點 歡迎愛書人推開門走進來 選幾本想看的書 泡杯咖啡 找個舒適位子 進行自練儀式 在這裡 知識真的無價 書本不賣 閱讀和咖啡全部免費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 能夠有看出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不一定就要用錢去衡量 當然我們也想說 我們的領域上 有辦法人好回饋這個社會 讓這個社會說真的可以進步 要讓社會更進步 在手機成為生活必需品的華時代 鼓勵大家看書 書店老闆周榮堂 想法老派 作法海派 台南中西區孔廟旁的黃金店面 租金不便宜 他不惜成本 特地替愛書人保留了一席之地 喜歡蒐集老東西 對台灣在地文化有感情 希望大家透過閱讀 能夠更認識腳下的土地 是另類的文青民視派 沒有啦 看我們這個圈 也知道我們不是文青 漂亮的地方 好的東西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的感覺是說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這裡原本是在地知名的二手書店 因為數量豐富 書種多元 再加上環境舒適 是愛書人眼中 台南最美的文化風景 一年前原本經營餐廳 和民宿的周榮堂 得知原來的書店老闆 有意結束經營 他覺得太過可惜 停庫之後花了好幾百萬 買下所有的書 三顧茅庐 說服不缺錢的屋主重達契約 換他接續經營 稍微 上工了 幾點了 現在七點了 你一直在拍喔 對啊 很醜耶 昨天睡好不好 還不錯 只要書多的地方 我就很容易睡著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堆裡還有好睡的 背包客床位 為了延續台南的文化風景 周榮堂和太太 想到把書店 和背包客棧做結合 一樓維持書店原有樣貌 增設二 三 四樓空間 做成背包客旅宿 室內設計師發揮巧思 融合書店主題 讓書架上不只有書 還有可以整書入眠的空間 以前的概念是說青年女生 她都會是很簡陋 那種什麼上下鋪啊 然後下面的人如果一動 或者是上面的人一動 就會搖來搖去的那一種 這個完全就是打破那個感受 睡在書架上的有趣經驗 透過網路傳播不到半年 已經成了台南最有賣點的住宿地點 吸引許多人捨棄一般的飯店 前來窩在一人床位 隨意拉一本書 享受古人三經有夢書當整 半床明月半床書的閱讀樂趣 客人讚不絕口 比美五星級飯店的住宿經驗 全是周融棠和Emily的用心誠意 讓客人睡獨立桶床墊 位於用品捨棄業界公版 選用台灣的好品牌 不會賺錢把空間塞好塞滿 盡量留白給住客公共使用 一貫的龜毛態度 把事情做到最好 讓背包客也有五星級飯店的享受 當初有著老派靈魂的周融棠 決定要用旅宿的形式 接續書店生命 有過飯店籌備經驗的Emily 夫唱富髓跟著聊樂趣 愛看小說的她最開心的是 以後都不用花錢就有看不完的書 我特別喜歡就是手指頭翻頁 觸摸紙張的那種感覺 我特別喜歡 我覺得那個是電子書取代不了的 你不覺得翻書啊 即便你沒棄子 翻書也會讓你看起來又棄子 現在看書的人越來越少 為了替台南留下好氣質 他們效法圖書館的形式 採取免費開放 鼓勵大家來這裡看書 用旅店的收入支撐書店的生存 一口氣砸下1700萬成本 聽到的人都難以置信 我們根本不敢去算說 我們到底一個月或一年 平均住房率應該到多少 我們才會賺錢 我們根本不敢細算 沒算過啊 沒算過 那開店前也沒算過 沒算過 所以客人很怕我們會倒 對 這房間有餐廳嗎 對啊 要外付錢錢嗎 其實 我們都差不多三萬三萬 要一天前跟我們說 我們是跟這個 約愛故鄉以身為台南人為榮 周榮堂最大的樂趣 就是以書店旅宿為基地 向遊客介紹他的台南日常 這是昆平白的冠軍米 台南的沙漆 這一套套餐 他們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精緻 他們就是想要來吃這個 順便就是來煮 整天去住 對啊 你跟著吃飯 對啊 好玩好吃 杭安來才知道的 私房景點私房菜 全都不藏私 還特地拜託知名的小吃老闆 一起合作 以超級價格推出套裝美食 一泊三食要讓台南氣味 成為思念的味道 中間一些老店 不然就是我們台南的 在地實在的東西 出錢出力麻個半天 卻不把賺錢順位擺第一 周榮堂要賺的 是故鄉的吸引力 和好名聲 我們就是要讓世界各國 有那麼多人知道說 我們台南也是有一個 在世界我們站起來的一個地方 我剛剛說你能夠做觀光局長嗎 沒有啦 為台南人留下一方人文風景 為外地旅人留一張床 點一盞燈 周榮堂和Emily 用傻鏡熱愛家鄉 替夢想翻頁 出生困苦家庭的匡公女兒 變身為陽明世界的素身衣女王 這個創造美麗的設計師 用努力和意志力 開創自己的美麗人生 縫刃研究室不大 卻是金牌設計膽生地 設計師忙著車縫客製化素身衣 裝備玉和鄧明華 也為了明年度歐洲發明展 參展作品 腦力激盪 身材高挑 莊碧玉 57歲卻有著23吋小蠻腰 第一眼看到他 直接會被素身衣下的玲瓏曲線 深深吸引 以前沒有所謂的信不興趣 就是有錢賺你就會去做 只是那段時間你累積的經驗 是現在靠他吃飯的 重要的一個技術 夫妻倆靠著時尚設計 打板 裁縫 將素身衣推向世界舞台 每一年的發明展 都是得獎長勝軍 二十二年來 申請到二十四個專利 其中雙S拉繩設計 解決扭扣扣扣不起來的窘境 創意領先全球 我有做過實驗像魔鬼毡 還有拉鍊我全部都試過都不行 我發現這個是用力血原理 非常好穿 我距離這麼遠我也是可以拉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我扣不到 你看這樣子 然後我扣到這裡的時候 我再來拉 字典裡從沒有困難兩個字 出身基隆礦工家庭 當年家境貧寒 國小畢業就得到紡織廠當女工 我除了早上八點到十點 在工廠裡面做以外 我還把不需要縫紉機的東西 帶回家做 經濟起飛年代 莊碧玉跟著口袋賺寶寶 人小志氣高 幾年後就在基隆開啟委託行 賣柏萊品 十七歲開啟縫紉代工廠 到處接單 四位員工跟著他 縫紉機整天搭搭搭的沒停過 其實這個就跟開車一樣 你要學會怎麼轉彎 我以前在車的縫紉機 車太快了 針會刺到手 油 澱上去 血就凝固了 那時候再把針拿起來 我大概總共前前後後 擦過三次 擦過三次的針 被針紮不以為意 吃苦當作吃補 幾年後遇上鄧明華 他的媽媽就是在縫製內衣 但做的都是膚色 阿嬤款 就和鄧明華著手改造 將塑神衣注入時尚風 裝腫他的腦筋很煙火 他每天都可以想到很多的梗 甚至很多的一個 不同的款式 方式 所以我是負責再給他過濾的 因為其實不可能做那麼多 還是學生時 媽媽就在家裡縫製客製化衣服 當完兵為了幫媽媽忙 跟著玩起布料 學起打板技巧 他發現沒有彈性的布料 更適合做成素身衣 教會者在觀念上就是 沒有彈性 怎麼會好穿 事實上沒有彈性 包括你很多襯衫什麼的 外套 他也沒彈性啊 為什麼可以穿 你說他沒有穿緊 穿緊跟不穿緊 那只是一個打板的技巧 跟打板的技術 一位大男人做著女性愛美事業 他不覺得奇怪 但當年兒子受的委屈 直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他去上幼稚園 然後回來 然後同學說 你們家做那個塑身內衣的 那他就覺得 講一講他自己覺得很丟臉 就跟我講 那我覺得我就跟他講說 男生做塑身衣有什麼關係 我們家做塑身衣有什麼關係 這是正當的工作跟行業啊 1997年 兩人創業時 為了做出成績 只要接到訂單 儘管遠在嘉義高雄 還是開著車 南下為客人量身 回到台北已經清晨五六點 非常疲累 還是堅持好的東西 就是要做下去 這個是我們的雙拉鍊設計 有沒有看到 這外穿是OK的 這外穿會跟我一樣 你看我這一件就是雙拉鍊設計 那它會看不出來 它是一個內衣 這雙拉鍊是其中的一個金牌 這個褲底平面 是其中的一個金牌 每一款塑身衣至少要花兩年時間研發 經過自家員工試穿 測試衣服張力和韌性 幾百次失敗後 才能展現最美的一面 夫妻倆同心協力 三十三年來就專注做好一件事 好還要再好 成功密集就在做事態度 專心一意做好一件事 就是人生的成就 感謝您收看 我是白心儀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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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他請你 看看 我要 阿 走 到